很多人做TK他都有个误区 看别人做什么 你立马就复制 大部分9.5成可能都是赔钱的 但是往往那些脚踏实地 慢慢刷视频 慢慢接触TK这帮人 他们慢慢抛开云雾见彩虹 在所有的链条上面 找到适合的点就可以了 就能够发光发亮 因为TK他牵到跨境这个名词了 只要牵到跨境 所有人都会慢慢一向这个 因为内耗太严重了 所有产品都不太好 但是这个东西 我其实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 像我自认为我接触的圈子 还是非常非常广 以我视频推广的媒介 获取的流量基础 像我最早做的视频 都是长视频 我视频流量做的非常精准 我的视频媒介思路标准都非常好 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注定基本上是中高的玩家 即使说他对TK不了解 但是他在其他领域也绝对是一定的佼佼者 所以说再跟我去了解的时候 我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内外的信息差 这就注定我成长空间非常非常大 但凡我看到这些想做TK的中高端玩家 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们在本身所在的领域 只在那一两个环节全身心打磨 全身心钻研 甚至到三五年以上 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够拿到大成绩 小成绩不谈 小成绩在这个抖音平台上 随便动动就可以拿小成绩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你随便发发抖音是饿不倒的 但是你想获得大成绩的时候 你必须在一个流域类盟里面钻研 但凡我的这些中高端玩企业家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都会在这个TK上面去负能去做赛道 而不仅仅说是靠TK翻身 翻身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伪名词 你拿什么翻身 TK它本来就是资本家的游戏 你拿什么翻身 跨境这个门槛可要比国内要难度大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做的时间太长 做的时间越长 就发现这个难度越大 单纯我在做网络上面的研究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已经扔了十几个了 然后只能这样在这上面再深更 所以说在这上面我要将来去变现的话 是很容易变现的 确实过太多的亏了 在这上面经验之谈是可以给很多人 直接一步点到位的 像我平常跟这些网络工程人聊天的时候 我自身还要硬 代码咱可以不会写 但是你聊天的时候 也要懂一些基础知识 就像我现在没事的时候也会去看点这种东西 有些时候看不懂 但是还要硬看 因为我在跟他们网络专业人去聊的时候 你没有一些基础东西或者说没有一些眼界的话 聊是聊不到一块的 因为跟你没什么可聊 全都是代码的东西 但是我在这上面又是就是服务器测试的够多 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网络去聊是能够达到共鸣的 但在这上面有些人会问我 拳头管在这上面怎么去做 拳头管我也没有做 所以说T1的各方面赛道太多太多环节了 中文明现在挣钱有很多很多 还有这个专门做号做资源的做带货的做中东做欧美做英国做德国的做台湾的太多赛道了 你只要一个赛道做的精的话 把这个赛道作为一个主赛道 其他再去研究其他东西就可以了 所以说每个环节 很多人用T1到底挣不挣钱 我觉得这种话题我其实都不想回应你 没有意义 所有行业都有挣钱的声音 就不挣钱的人 我只能这么去回答 T1它就是风口 但是能不能挣钱 你的品就像我的产品 在这上面它注定不能去开小店 单价太高 我承担的风险太大 但是拿这个去做 只不过做人际关系引流 长久沟通 在我们去开各个国家的展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拉近距离感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在这上面有大成绩的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出不了一个客户 但是到第三个月 第四个月出了一个客户 一个客户可能就是上百万美金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持久性的东西 你的品在这上面 怎么有什么样的打法 你想好就行 而不是说你直接复制人员的东西 人家的东西资源 我为什么要给你 对不对 人家踩窝的坑为什么要给你 这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你不管是中端玩家了 高端玩家 你再做T恤就踏踏实建点号 刷个一个月 各把月 一个月两个月 你也挣不到钱 就在这刷的同时 你把所有东西聊天完之后 入个门 然后再想一个赛道标准就行 然后结合周围的资源 看做精选 做带货 做直播 这样是可 很多人说 我怕过了这个风口 风口这个东西 你记住 你有核心竞争力的时候 你有核心思路的时候 绝对是都是风口 我接触凡是有大成绩的人 基本上人家对互联网 这个所有平台的定义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引流工具 如果说你的品 包括现在国家大力提倡 线下实体经济 你没有品的时候 你没有在一个领域品了解基础的情况下 你去考虑挣这个快钱 我觉得不太现实 大盘挣快钱的绝对是有很好的资源的 这个很现实 所以说如果说在一个赛道 想出来一些成绩的话 就踏踏实实 这样的话每一层 每一个环节很多 你比如像我现在 我可能下部要去尝试做拳头管的话 那我的资源是现成的 我直接拿我网络资源给你换不就行了 对吧 我有优势的东西 可能你们在要花钱做的事 我是不需要花钱的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 像我周六周日时间安排都比较满 因为我看我视频的人都能感觉到 我的接触的圈子各文案都是比较丰富的 有些人说抖音不能做 有些人做小红书不能做 我还去跟人家去做交流 人家想问你提给的一些东西 想找一些素材 我看人家说 人家说小红书是有文案平的 人家写的文案就直接能跑100多万 但我小红书我之前也写过这些东西 但我写的东西就不行 那为什么人家能处于这些东西 你当你看到人家写的东西的时候 就注定能成功 人家写一个东西要花三四个小时 现在切到GBT给你写的东西 是人工写的 是大框架的东西 你做论文那可以 但是在人家眼里去看这些东西 把这个东西放在小红书上的时候 图文我得找 我图文是自己的 文案是自己写 那跟自己花两三个小时写出来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切到GBT写200字写1000字 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给你搞定 但是人家写1000字可能要两三个小时 因为所有的点对点都是精髓的 所以说工具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到点上 我会用切到GBT 你像这种 Linux代码我什么都不懂 我会用切到GBT去解释 Linux系统上面代码E 通过切到GBT直接把这个代码 直接通过切到GBT 直接把这个答案结论直接付出出来 因为它付出出来的这种代码的格式全都是对的 我拿这个东西再放到这个系统里边直接用就可以 这样的话我测试结果是导向是正确的 而不是拿这个东西去写一些真正想考虑到变现自身价值的东西 所以说不同的工具用到不同点 不同的工具上面有些东西能够符合你自身特质数 把它用到极致就行了 而不是说像很多人用过聊天说 哎这个怎么挣钱怎么快速挣钱 但凡这种的话你给我钱我可能也懒得了 因为没有没有共鸣 没有太大意义 抖音上你就要刷怎么挣钱一大堆 百度上怎么刷挣钱项目一大堆 但到底适不适合你 我觉得很多东西一定要坚持为基础吧 像我现在做TK做到这种份上 我所考虑的三大基础原理 第一网络 第二账号 第三直播 网络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 不能说算这个行业里面一个元老级别 但是吃过的可以绝对是很多很多了 人没有采过的 所以说在这上面认知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这个账号 账号是跟网络是相绑定的 我在测网络的时候账号同时要去测 所以这个上面 跟很多人就是 很多这个同样大佬 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 都是能产生共鸣的 因为可以聊到点上 没有那么多废话 直播那可能是我一个软利 因为直播迁绕到品的东西了 人货场都要有 我现在的产品属性还没有达到这种基础 所以说我会把前面几个点 做到极致 然后再去复制其他东西的时候 当我再去想去做拳头馆了 或者说想去做其他一些类目了 或者说想把这个东西搬到国内了 我的深入点是非常精准的 没有那么多杂念 很效率很高 所以说你们想做TK 或者想咨询我做TK的人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态放好 不要去一想天开 你们现在很多人想入局TK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好的 现在要比我前年大前年去接受TK的时候好太多太多了 我们那个时候小店也就一些内侧小店才有资格 而不是像现在小店了像现在物流了对吧 它现在发展我其实希望TK越来越严 它越来越严的时候它越来越规范 所以说它是良性发展的 有些人你想做TK就陈小新坚持一下 把你想做的领域这个品 你要做衣服就把衣服 在哪个品的衣服适合做TK就解决好 你要做3C 你就在3C小家店里边 哪些领域去深耕就行了 不要想通吃 鱼翼熊长不可兼得 成年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想着怎么解决问题 把思路搞清晰就行了 不是说一想天开完全复制化 复制来的东西绝对不是你擅长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做TK的建议 所以说想入局的就尽快入局 但是一定要想明白 而不是说盲目的扔钱入局 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多去做对比 看这上面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去规划 这是非常重要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